当你遇到变化和挑战时,会选择重启自己,还是会选择放弃。生活中,我们常会遇到各种变化和挑战,面对这些变化,我们需要学会适应和成长。 下面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阿明的经历,他通过反思和适应,找到了新的幸福。 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,住着一位年轻人阿明,他在年轻时因追求梦想,离开家乡,去大城市打拼。 几年过去,阿明却依然没有任何起色并且焦躁易怒,同时也失去了很多,比如家乡的淳朴人情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 有一天,阿明突然想起了家乡的美好时光,决定回去看看,他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,心想着回到熟悉的地方, 见到熟悉的人,一切会和以前一样美好。 然而,当阿明回到家乡时,他发现家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曾经的小河变成了公园,旧房子被新建筑取代,儿时的伙伴们也各自有了新的生活。 阿明感到一阵失落,仿佛过去的美好已经远去,再也找不回来。 阿明的老朋友李叔见到了他,微笑着说:"阿明啊,回头是岸,此岸已经飞彼岸了, 你看,这里虽然变了样,但我们依然生活在这里,适应了新的环境,找到新的快乐,阿明沉思片刻,明白了李叔的话。 虽然他不能回到过去,但他可以珍惜现在,转变生活节奏。于是,他决定回到家乡,找寻新的方向,融入新的环境,回头是岸,此岸已经飞彼岸了。 这句话出自新加坡善计一社义务执行主席,拿杜斯李卓顺发太平绅士的著作《当下最真》,活在当下,每天分享一个小故事,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人生。 我是美增一个和你很像的朋友,咱们下回聊。